孙元昊这几天正意气风发 不破今生回来了 新工作薪水也挺高 除了妹子的红线问题还没解决外 最近发生的一切事情都显得那么美好 于是心情畅快之下 他对人的脸色态度自然也就好上了不少 见到黄奸妍过来 想到毕竟这是自己前上司 孙元昊一挑眉 下巴冲巴胎一笔 难得大方道 来了就坐坐吧 我请你们喝一杯 你请客 黄奸妍再郁闷也不可能随便撒气 考虑一秒钟后 果然带着桑妹妹坐了过去 胡疑问 随便点还是指定的 随便吧 孙元昊无所谓 毕竟以前在你手下也干过那么久了 最后去跳槽到风家夫妇手下去了 他就打我赔罪 桑妹妹手指抖了个 正拉开椅子的动作一将 而后故作镇定坐上椅子 壮丝随意问 孙先生在黄哥手下做事 就是不知道这工作内容和性质的具体内容 八九不离时应该就是那个世界了 孙元昊看他一眼 手腕灵活翻转间 虽然态度漫不经心 但手中调酒瓶却依然翻舞自如 只看得见一片荧光飞快的旋转闪耀 小妹妹 你对黄哥的职业感兴趣啊 猛的一抓酒瓶 震开瓶口 两只酒杯不知什么时候已经被摆上台面 随手倾倒下两杯酒液 推到黄奸妍两人面前 而后孙元昊才擦擦手 重新挑起另一份酒液 随意的 不过是帮忙做点杂事打打工罢了 这明显是敷衍的节奏 桑婉敏敏唇 温儿一笑 抬酒杯一敬 当时接过这一茶 黄奸妍不管那么多 他的注意力都在实习任务上 既然孙元昊就在这里打工 自然是直接找他问要来得快些 于是也没客气直接抓了孙元昊就问 这酒吧背景 你跟我说说 没什么来路不正的东西吧 六扇门那边 你要提交报告的 说清楚点 我好多写写有用的东西啊 孙元昊面色古怪 看了他半天才开口 正是上班头一天 你就让我出卖自己老板 也不算出卖啊 黄奸妍义正言辞 光明磊落的话 有什么不能说的 除非你为虎作伤 故意包庇什么坏人坏事 桑婉也无语了 这种侦查方式 根本就看不出 对方的真实技能水平 当然 有人脉也可以算是一种能力了 被要求暴露老板不说 不肯透露 还要倒扣自己一盆脏水 孙元昊脸黑黑 看了黄奸妍一眼才摇头 没什么背景 老板一共有三个 以前好像没做过什么大生意 听说也是给人打工的 估计也就是普通买卖 黄奸妍不大满意 一句没有异常 会不会显得自己太没用了点 再深入挖掘一下啊 你会不会忘掉一些重要线索 或者 那三个人隐藏太深 所以你没察觉 不可能 孙元昊白了一眼 喂 你凭什么这么肯定 黄奸妍严重怀疑 这小子是不愿意多事 才故意敷衍 孙元昊斩钉截铁 凭他们的智商 那三个人要是有 耍阴谋诡计的水平的话 他情愿把调酒瓶吃了 你狠 在记者眼中 有冲突 有黑幕 有噱头的新闻 才算真正有价值的新闻 从孙元昊口中 没有获得任何有价值情报 再随意观察了一圈 黄奸妍以自己眼光 也确实找不出什么新闻爆点 于是只能勉强承认 该酒吧确实是守法经营 带着无异常的调查结果 给吴小哥提交报告之后 吴小哥果然也不怎么满意 这倒不是说他心里阴暗 希望到处都有坏蛋 让自己一展身手伸张正义 主要吴小哥还是怀疑 黄奸妍的调查能力 如果有什么发现也就算了 可是没有发现 这究竟是因为一切正常呢 还是因为任务执行人水平不够 虽然黄奸妍也有过先锋记者经历 但吴小哥完全没把这种 没有技术含量 只要求无畏勇敢的履历 放在心上 小桑再去何时复查一次 吴小哥把薄薄的报告 往桌上一丢 完全没避讳和照顾黄奸妍心情的意思 直接开口就对桑婉道 桑婉点头 已经在公众场合安装了监控装置 从现在开始的一周以内 我会负责 首录每天24小时的大厅监视情况 因为隐私保护条例关系 私人包房和内部工作地点没有监控 168小时后 提交复审报告 归报完毕 吴小哥满意 看了黄奸妍一眼 黄奸妍顿时脸胀红 憋了半天才不甘 我又不是技术型 这不是理由 吴小哥双手插都站起来 走出桌面前摇头 我只说让小桑不要主动参与 但是这次行动的主导人在你 换句话说 小桑不会帮你提示该做什么 但如果你自己想到了办法 并提出要求的话 他会在能力范围之内全力配合你 六扇门的资源 在个人的权限允许范围内 都是可以完全调动的 我们是秩序维护和兼长者 一切配合和行动 都是为了这个而服务 不要把那些江湖垃圾的 个人英雄主义 带得我六扇门来 黄奸妍终于没话说了 他虽然想到了 向孙元昊打听内部消息 但却没有想到 还可以向六扇门的人 申请支援这回事 当时桑万和孙元昊 同样在自己身边 可自己眼里只看到了一个人 而忽略了另外一个人 可以给他提供的 另外一种帮助 从潜意识来说 黄奸妍对桑万的定义 只是六扇门的考核官 而不是同伴 他确实还没有习惯 把自己真正当成 六扇门中的一员 被打了一个差的表现分 黄奸妍奉外忧伤 下班回了桃一巴 一进门 难看脸色就被 风小小注意到了 后者一乐 看着脸黑的 被桑葬妹子甩了 某种意义上来说的话 确实是被他抛弃了 黄奸妍摸摸胸口 感觉心里拔凉拔凉的 据说喜欢自己的妹子 不羞涩主动提供贴心帮助 也就算了 回来还要被一个坏蛋 冷嘲热讽 这世界怎么就这么灰暗呢 刚一想完 黄奸妍意识一黑一沉 盘谷顶上线来 和风小小吵架 在酒吧 我见斗战圣佛 也毫无斗志 甘心堕落只做凡人 你们瞎我在这 就是为了让我手下 如鸟受散 太阴险了 之前还没什么感觉 亲眼见到孙元浩 打工场景后 盘谷才猛然惊醒 自己消失这么一段时间 给组织造成的影响 确实太大了 再这样下去的话 别说已经被俘虏契约的 孙元浩 女拔和应龙三人 恐怕就连 行天和飞连 也都快要跟着跳槽了 巨大压力 顿时让盘谷 产生巨大危机感 不能再这么 浑浑噩噩下去了 他必须雄起 必须逃跑 必须重整旗鼓杀回来 大家再站个一二十场 风小小不理他 冲二楼喊 维大尔 盘哥回来了 话音还未落下 紧接着就见一长发 北狗帅哥 手提长服闪电般 从卧室飞越下楼 盘谷还没恢复 干净比维大尔 更飞快地下线 黄金言一睁眼 就感觉一阵 刚风当头披下 接着就见一把 夫人在离自己脑袋 只有一厘米的距离 猛然停下 黄金言 维大尔 风小小叹息 哎 又跑了 维大尔下次 可以再跑快点 维大尔失落收服 对风小小点点头后 沉默离去 黄金言呆愣愣 目送人离开 而后半上 才回过神来 猛一扭头 冲风小小瞬间就累了 姐 你是我亲姐 不带这么吓人的 风小小拍拍 黄金言肩膀安慰 没事没事 我就是懒得 和那熊孩子磨叽 别哭了 乖啊 你没看见 自己身上罩着一层涂甲 我的无色师 以前就很厉害 孙悟空的刀枪 不入金身 你知道吧 除非太阳神火来烧 否则绝对破不了 维大尔斧子 就是真踢上来 也砍不了你 说完 风小小招招手 黄金言就眼睁睁 看着自己脸上 身上的皮肤外 有一层灰纱 一层层剥落 而后缠上 风小小的身体 没入其体内 消失不见 很帅吧 风小小社会 灵气幻化的 沙土后一甩头发 昨天跟维大尔 一起看火影的时候 得来的灵感 以后 不要再这样了 黄金言泪眼朦胧 无限忧伤 对风小小要求道 再这样下去的话 她迟早有一天 会被玩成神经病的 放心放心 我这也是 让盘骨少出来 免得加快地 吞噬你一时的速度呢 风小小安慰道 这种安慰 一点都不让人 感觉开心 感觉极度缺乏 安全感的黄金言 在客厅坐了一阵后 想想还是急匆匆离开 风小小正在餐桌边 等开饭 见状忙喊 哪儿去啊 马上吃饭了 黄金言头也不回 拜师 表决心去 妈的 这日子真是没法过了 身边欲杀自己而后快的人 都快组成一个工会 还是赶紧求 吴小哥教自己 练出内息来 早早练起修行了 换句身体才是王道 黄金言一咬牙 决定今天一定要完成这个目标 哪怕死缠烂打 城门利血呢 黄金言刚到吴小哥 暂住的房子时 没碰上人 于是干脆蹲在小区门口 等了差不多三四个钟头 这才终于见到 从外面带队回来的 那顶师傅 终于来了呀 黄金言眼睛一亮 急切站起来迎上去 刚要开口 没想到却被对方 抢先一句先砸过来 你来干什么 五哥 我 马上要消尽了 你居然带头违反纪律 吴小哥眼一眯 口气危险问 没呀 其实我是 回去 于是 在客厅里正看联系剧的 风小小就发现 那个号称要承门利血的人 刚过八点半就回来了 回头瞟一眼墙上的时钟 确定自己没看错之后 风小小调低电视音量 稀奇问 不是要表决先 我看人家动不动 跪上三天三夜的 你这也太没诚意了吧 黄金言分外忧伤 有时候我觉得自己 真不能理解 偏执症患者的想法 被削了 风小小幸灾乐祸 其实五个人很简单的 你摸着他脉走 不就没事了 简单个屁 黄金言简直觉得 和这人没有共同语言 对方显然是一直在 五小哥那里待遇良好 所以完全没有深刻意识到 这人到底是有多么难搞过 我本来是去拜师的 他要么言辞拒绝 要么委婉拒绝 这些反应 我都考虑过 但我完全没有想到 人根本不按正常人的思路走 我刚才见到人 还没来得及说事 人家一句宵禁 就把我给砸回来了 那你抓紧时间说几句话还不简单 风小小不解 就算要回来 走天把事情先说一下 明天再去表达诚意就行了呀 白天要实习 工作时间说私事 绝对给人不好印象 下班以后 我倒是有时间了 他还要接着巡逻 我敢过去拦着人不放 那就是找抽 晚上 这个更不用说了 宵禁就是大杀气呀 妹子 黄建言简直无法想象 五小哥这样完全没有一点空闲的生活 是怎么一过十几年的坚持下来的 那没办法了 风小小听完也无奈 五哥确实不好搞 他这人说简单也简单 说麻烦也麻烦 只要你风光手法热心向上 五哥一般而言 对你就会有良好的印象 也没有其他什么要求 比如你要有钱有事 才跟你交朋友之类的 黄建言古怪看风小小 如果真是这样 那他对你态度 怎么也那么好 这当然是因为我五奖四美人品高尚道德 风小小正顺口接得自然 突然皱眉一顿 刹那间觉得这问题有点别扭 喂 你什么意思 黄建言默默低头玩消沉去了 他没什么意思 就是觉得这世界真他妈无情无耻无理取闹 风小小想了想 也不和这倒霉孩子计较了 跳过刚才那段继续 所以综上所述 你只要在五哥那里印象好了 基本上什么都好说 开玩笑吧 他会对人印象好 路遥之马力日久见人心呢 风小小鼓励 只要长时间表现良好 五哥一定会对你慢慢改观的 黄建言 哦 对了 我忘记你现在最缺的就是时间 风小小捏着遥控器底下巴想了半天 嗯 那要不然来点狗血的 英雄就 我意思是立个大功什么的 最好过程能震撼 结局能惨烈 势必要让人深刻体会到 你为正义事业随时准备牺牲一切的决心 在二楼听了半天八卦的扬言 被黄建言一脸苦憋的表情逗乐了 笑咪咪下来插话 这个想法很有创意的 走到沙发边顺手和风小小接了个掌 杨烟也一脸惬意坐下来帮忙出馊主意 吴小哥最近 烦恼的事情和消息理由 其实就那么一件 江湖人屡次遇袭 凶手之间还未抓到 正好 应龙不是也被我们绑回来了吗 叫他去演场戏 让你立个功 还不是轻轻松松 此季之狗血 简直堪比二逼男生 拜托小混混去骚扰心爱美眉的英雄救美 黄建言简直都不想和这两个坏蛋说话了 明显两个魂球帮忙是假 看热闹是真 或者不是应龙也行啊 风小小乐坏了 我们这儿别的不多 本领高强的贤人意抓一大把 你看是要北欧的邪神出去绑个架 还是要地狱的舵天使去抢个结啊 我回去睡觉了 调戏走黄建言 杨炎顺手抢了风小小遥控器 边调台边漫不经心的 玩归玩 007时间确实不多了 练内功和练器 要多久时间我们不知道 但我想着 咱们也不可能太简单 所以我觉得还是想个办法 退一把的好 哪怕就当是帮他早日脱身 好方便咱们自己呢 二哥意思 风小小一听 也不去管被抢的电视了 似乎这人胸有成竹啊 杨炎淡淡一笑 你觉着桑婉妹妹怎么样 什么怎么样 似乎看出来风小小有些没听明白 杨炎扭过头来 干脆把话说得再明白点 那妹妹不是也负责监视 考核007品行的成员吗 让她帮007赶紧刷购考核份 不就能早点败事了 人家凭什么假公己司啊 风小小吃惊 难道就因为爱情 本来想顺口说出真相的杨炎 突然觉得这个理由更加美妙 于是想想后点头深情一笑 因为爱情 4号 杨炎是怎么和桑婉谈的 风小小并没有过问 桑婉接到杨炎电话之后 又是如何惊悚的 风小小也并不知道 过了一夜之后 关于黄金炎的考核拜师问题 已经被风小小完全委托给杨炎去解决 而她自己则被福西拉进了神庭 因为世界之术终于成功复活了 当然这个说法不是很准确 自从种子被移植到神庭之后 世界术一直就在健康地成长着 可是真正开始运散灵气 开始调节数周的灵气环境循环 却确实是从今天才开始的 而有了这个标志之后 才代表着世界术真正具备了 神庭地基的基础属性 而不是一颗简单的灵直 双生魔狼绕着大树不停地转悠 维达尔也抚摸着树身低头不语 世界巨木的精神象征意义 对于北欧的神器来说是绝对特别的 不管是哪一族的神势 他们都没法不为此而激动 只要世界之术还存在着 就代表北欧神庭还没有陨落 虽然一切都仿佛回到了最初 但至少他们还有从头来过的机会 维达尔在奥丁生死的那一刻 就自然地继承了神主的座位 此时沉默过后 他也抬起头来 转过身平静走到了福西和封晓晓面前 谢谢你们 福西不打理他 封晓晓无声叹个 唉 不用客气 其实要不是盘古的话 北欧根本就没这一场结束 说个谢子还真是有点 封晓晓有些不好意思 怎么说盘古也是东方的神势 而且还是自己据说青梅竹马的小伙伴 现在这局面简直就是自家熊孩子在外面闯了祸 父母不得不帮忙收拾烂摊子的节奏 回答尔一脸认真地沉默了一会儿 而后才重新开口 我要离开一段时间了 又怎么了 封晓晓晓几乎是下意识地脱口而出 第一时间怀疑是不是盘古又趁着没人发现的时候出去做了什么坏事 但是考虑到福西现在也在逃一巴住着 这个可能性又不是很高的样子 要阻力神权系统 维达尔面无表情地平静道 神职必须有人继承 所以要去寻找华纳祖 本集演播 曼朱尔 隔壁张老三 曲曲儿 大马金刀 雪儿蜜朵 无天 夜话